好的 第一場韋晉戰隊的PK賽 已經結束了 來問一下韋晉 我真的喜歡看自己的戰隊玩 心情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你身體很熱 因為你 不管是狼人或好人 你都會想幫正在Find的那個人加油 希望他盤對 然後就會一直覺得 他對了 Yeah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 他錯了 然後就覺得怎麼辦 所以我思緒真的很亂 那不得不說這一場 鐵板面真的太過分了 他真的那整個表水跟狀態 就是他還打勾的 先勾後衝 他很危險 還平票 對 然後後衝 結果竟然好人也沒有發現 他的票數的這個改變 然後還是把他盤成好人 就 因為我跟豆豆也覺得 先勾後衝在我們的世界裡 好像偏狼一點點 對 但我覺得還是冠宇做那種 不認識的操作很厲害 冠宇你心裡怎麼樣 兩位狼都硬是先幫你打住 所以我就 就是透過這種優勢 說自己是好人 對 我覺得蠻多人信的 蠻多人信的 不是啊 那個二號就很厲害 直接把我跟他連起來 他完全不聽我發言 你一臉 我在外面歡呼 對 他直接不理我 我講話直接靜音 不聽 你為什麼堅持信溜 主要是十號帶風箱 真的太用力了 不然也太用力 所以一定是哪個 而且剛剛在場外 我有一個就是 一個小OS就是 因為這一局寶劍是獵人嘛 我相信他剛剛一定百感交集 因為我們私底下有一局 在練習的時候 他就是獵人 然後最後他是那個勝負關鍵 他也就是想很久 然後一戴 戴錯 整個局大會 然後剛剛又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就是你又是獵人 我心想說你一定很想死 創傷狀況 你剛剛一度不想戴嗎 完全不是想戴 我想戴七或十 正常 正常 對 而且我也覺得艾倫 你接在小凡後面跳 你那個輕鬆的狀態 那時候我們本來是 預計我要發小凡精髓 因為我們夜店溝通是說發他精髓 然後 哇靠 怎麼換票 然後結果突然 對 所以趕快改成是那個清約 對 不錯 我覺得這一局 大家表現還不錯 當然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物 我們再慢慢算 但我想說 孫清約你怎麼這麼緊張 我真的很怕影響到他們 我們在後面也覺得你心情是有多長 你這個語速低到一個不行啊 其實我剛剛還想講說什麼 女巫跟愛神都一定在 但我就不敢講 我又怕說怕狼人知道 女巫跟愛神都在 因為我覺得 我們知道 他知道 他們都知道 因為29一定是愛神 沒有 29一定不會開女巫 對啊 應該不會開女巫 然後2是飲水 對啊 所以2... 其實如果剛剛女巫出來報的話 大家是也會比較清楚 對 她的出來報 2號飲水 女巫出來報 然後一樣推8 然後我就知道怎麼刀命啊 但我爸愛神已經走了 那時候... 如果他可以報飲水 我可能就不會打2 我可能就只剩你可以打 但我可能打不到2 可是你只有一張票 沒有 我覺得8這個很可憐 從第一天就沒8也 然後大家就狂推他 開玩笑... 不要緊張 放緊張 真的非常精采啦 好的 新郎崛起 為競隊的第二輪淘汰賽 即將開始 好的 第二場已經結束囉 來 我們有請一下韋晉導師 我現在整個面色已經發青了 哈哈哈哈 現在整個血液沒有辦法 想上來 怎麼了 怎麼了 沒有 因為 就是太難去評斷這一切了 你是不是懂我們上司的表現 我懂 因為就是一些失誤 就是各有好會的東西 真的好難去評斷 對 那我只想說 冠宇在秀神 你在秀神 人家在場 你幹嘛 你做我的戰隊秀神 你害他們無法發揮 是施雅秀 施雅沒有跳 是施雅秀 不是 跟我沒關係 因為他剛好查到你 對 他剛好查到你是金水 他剛好想說 怪兽屁啊 對啊 好笑喔 是施雅秀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 有在那個狀況裡面 然後就是 只是一些臨場的抉擇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可能 想太多 或者是有一點點緊張的時候 做錯了決定 然後就會有一些失誤 例如什麼 例如一些 一些 跳東跳西 沒有 我覺得剛剛狼隊 其實非常的可惜 對 保健康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以為 女巫死了 對 我以為女巫死了 然後殊不知在後面這樣子 因為我都想說 所以你覺得5號是女巫嗎 你覺得5號是女巫 對 因為在我的視角 我覺得9號不像女巫 然後我覺得10號也不像女巫 就是因為 9號第一輪還在那邊開 就是輕鬆的聊天 我就說好 這個感覺不像女巫 然後10號的狀態 跟剛剛第一輪講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到帶身分 然後說那我先跳個嗚 然後就說 嗚 再見 好 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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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我告訴你 如果他拍平民 你會 我覺得沒有人會相信我 我覺得有可能的 我會懷疑親眼 因為其實 其實保健第一天 是全部被保的 其實你勾很好 你唱得很好 對... 對 有一點可惜是這一局 其實兩局下來我真的很頭痛 蠻痛的 我真的很非常非常頭痛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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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 頭暈